幾名男子騎著機車鬼鬼祟祟來到士林這間車行外 有人拿著棍棒 有人拿著紅漆喊一喊一起衝進店家內 一分鐘的時間內 只見這群男子衝了出來 紛紛逃離現場 你們出來看的時候還在敲打 就棒子敲打就跟你啊 事發現場整家車行整片都是被泊紅色的油漆 地板 外面停放的車輛都遭殃 甚至旁邊的玻璃還被砸 還可以看到嫌犯踩著紅漆一步步的逃離路線 跟著腳步走 一群人犯案後沿著巷子離開 這以後搭了接應車討逸 四五個吧 穿黑衣還是什麼 都有 稍微就走 台北市市林區重慶北路四段一間修車廠發生了砸店事件 當時晚間七點多 五名男子拿了球棒紅漆衝了進來開始砸店 砸完後 一群人用跑的離開現場 而現場剩下傻眼的修車客人以及老闆 我不知道警察在場 都不知道 警察下到 都還在場上 那你們現在是還有正常的時間 對嗎 你還是OK 就是等算是兩一兩 但都很正常 也沒有跟他緊張 事後警方得到生命嫌犯 主要其中一名28歲的陽性男子 說之前來修車的價格爆得太貴了 心聲不滿才找人來砸店 只是一群人早就埋伏在外 甚至有人還開車來巷口接應 早有預謀疑私另有原因 目前警方向上追查要找出幕後黑手 謝謝楊周深 你現在在台北財財摩島 謝謝楊周深 謝謝楊周深 小林